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那今天呢 我们是学习HSK5 Lesson 35 课了 植物会出汗 大自然呢 很多的 很多很多神奇的事情 很难呢 我们还没有能够去解释 所以呢 就是我对这些文章呢 还是非常觉得很有意思的 非常感兴趣的 植物也会出汗 哇 为什么埃及能盖出那么高的金字塔 对吧 Amazing 好像有外星人一样 哇 为什么呢 地球会悬在空中 哇 宇宙这么紧来有序 Amazing 太神奇了 哇 为什么我们人会想东西 会思考 我太神奇了 为什么我们会想一个人 OK 这里呢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 都比较有趣 甚至呢 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科学呢 还不能够解释得清楚 哇 所以这篇课文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 首先呢 是这个 乐森部分的 第一个 请看下面的图片 试着找出本课呢 跟它有关的生识 那等会呢 我们会学习生识 这两张图片呢 是这个交警 对吧 在指挥这个交通 这个呢 要维持这个什么 交通的秩序 那这个呢 应该是实验室吧 他们一些试管 一些管子 做实验用的 My God 我不是太很懂 OK 我们来看到第二个 请问问你的同学或者朋友 他们在炎热的夏天运动之后 常常用什么办法给自己降温呢 你看这个降温的方法办法 吃冰淇淋 吃冰淇淋 是否有效呢 有效 very cool 非常爽 凉爽 感觉像什么 什么 降温很快 吃到肚子里面去 nice 缺点是什么 对身体不利 因为太快了 你很热 然后吃很冷的东西 对身体是不好的 OK 我呢 夏天运动之后呢 我会什么呀 给大家把吃出来 我会什么 洗一个 洗个冷水澡 洗个冷水澡 我的iPhone 为什么这么小 为什么吃这么小 我会洗个冷水澡 洗个冷水澡 或者什么 开空调 这个呢 洗个冷水澡当然有效了 得吧 一下子 其实对身体都不好 开空调呢 我觉得还 还合适 把温度调到什么 合适的温度 比如说二十 十几度啊 十几度啊 慢慢的把这个温度 降下来 会对身体呢 会比较好一点 嗯 你们在炎热的 夏天运动之后呢 会通过什么办法 给自己降温呢 是否有效呢 优点是什么 缺点又是什么 经常会讨论 一件事情 它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都要认识清楚 夏天运动之后啊 很热 然后吃冰淇淋不好的 会肚子疼的 我试过 OK 我们来看到生殖部分 看到生殖部分 我用这个笔 OK 言乐 言乐 很乐 叫什么 本名hot 歇 歇一歇 歇息 歇息 休息 take a rest 开水 void water 开水 冰淇淋 冰淇淋 sorry 其实也叫冰淇淋 我喜欢 我喜欢 讲这个冰淇淋 ice cream 喜欢吃冰淇淋吗 Nice of course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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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少锻炼身体 没有什么鸡肉 我就喜欢待在家 不喜欢运动 不喜欢运动 这个是回复 to recover to recover 回复 这个是湿润 瘫轰 湐轮 湯轮 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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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润的肌股 肌肤 umid 湿润 阴凉 阴凉 shirty and cool 阴凉 阴和凉 两个词做成一个adjective 指挥 to comment to direct 这个是赶快 at once Henry 赶快 你赶快过来 他生病了 你赶快过来照顾 这个呢是汗线 汗线 suvet glen 汗线 这个是毛孔 毛孔 毛孔 毛孔太粗不好 要细腻一些 然后会用一些化妆品 对吧 我不用化妆品 天生励志 Oh my god Sorry 帽 好 帽 帽汗 to send out 帽汗 帽出来 片 一片 两片 这个fred and the same and the same piece 一片 常识 common knowledge 常识 大家呢 要懂的一些常识 对生活的话 会比较有帮助 然后这个呢 是 根 lut 根 吸收 吸收 吸收呢 是 to absorb to take in 吸收 吸收养分 植物呢 要吸收养分 吸收 它的什么 stummit 它的胃不太好 不怎么吸收营养 所以什么呢 很瘦 控制 控制 to control to take comment off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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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我说话的语速 不要说得太快 不然大家会听不懂 请老师控制一下你的语速 我听不懂 你说太快了 这个呢 是成分 element 然后呢 这个是component component component ingredient 成分 这个是成分 这杯茶 是什么成分的 ok 这件衣服 是用什么成分做的 很舒服 sick 丝绸 中国的丝绸 烧 烧 tip sing end of tink 烧 树烧 树的那个末端 烧 比如说笔烧 最后 最后一部分 the end 小的 sing tip 管子 刚才 von mark里面 管子 tuber pip piper sorry 玻璃 玻璃 管子 blast 测 测 测验 测验 to test 我们经常用一个小管子 取样 起出样品 进行测验 测验 根本 根本作为一个副词的时候呢 at all simply 根本就不会 说汉语 他根本不会说英语 ok 资 资干 资干 brange brange 资干 树的资干 释放 释放 to release 释放 释放 释放什么 气体 释放 他被释放了 从坚义里面释放出来了 自动 自动 这个 alter 自动 ok 这个呢 是补充 补充 supreme 补充 补充养分 补充能量 我想 我太饿了 我想吃点东西 补充能量 这个呢 是抽 抽 抽 比如说这个 钢笔 pen 对吧 这里有一个 它是 这个要 末写完 drink 写完的时候呢 就可以什么 抽 抽末水进来 抽 ok 这个呢 是 蒸腾 蒸腾 of tune to rise 那这个 气体呢 由这个液体变成气体 蒸腾了 这个特殊的特殊 special particular 这个是内部 the insight 系统 system 这一座名词 那也可以 是吧 作为 作为副词 系统的学习 系统的学习 汉语 从level 1 到level 6 秩序 order order stats 秩序 ok 我们来看到这篇有趣的文章 课文 植物呢 会出汗 炎热的夏天 你们的 有些国家呢 它是没有这个 for season right 但中国呢 夏天特别热 冬天也很冷 一年四季 都非常鲜明 踢完一场球赛 每个队员呢 都已经是什么 汗如雨下 出汗呢 像下雨一样 就出汗很多 很热 很累 如果这时候 能够 能到大树下呢 歇一些 take last 喝 这个是喝 喝 我渴了 我喝 我喝口凉开水 吃个冰淇淋 吃个冰淇淋 放松放松肌肉 缓解一下疲劳 那一定是件美事 美好的事情 可以什么 很快 恢复呢 活力 恢复 不过你知道吗 我们之所以 能在大树下 享受这种 思论 思论 阴凉 也是因为大树 在出汗了 为什么呢 人体呢 要保持 相对稳定的 这个温度 一旦温度上升 大脑呢 就会指挥 我们 身体呢 赶紧出汗 这时候呢 所有的 这个汗线呢 就会开始工作 汗水呢 就从毛孔里 排出来 跑出来 冒出来 大树出的汗呢 通常是种什么 树叶的气孔里面 冒出来的 不过 这种出汗呢 可不是为了什么 降低温度 而是为了什么 输送养分 我们都知道呢 这样的常识 植物的根呢 是会什么 是会吸收 这个养分和水分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植物是怎么控制 这些成分 把它们运输到 很高很高 树是很高的嘛 对吧 运输到十几米 甚至上百米的 这个树梢呢 amazing right 最初人们认为 大树是通过毛细 作用来提水的 所谓毛细作用 就是所说的毛细作用 简单来说 就是什么 水呢 会顺着很细很细的管子 向上爬 我们在家可以用一个 比较细的玻璃管呢 实验一下 体验一下 玻璃管越细 水爬升的高度就越高 可是通过测试发现 测试计算发现 以大树输送管道的尺寸 产生的毛细作用 根本无法把水分呢 送到几十米高的这个地方 那实际上是什么 大树利用的是枝干 顶端的那些叶片 那叶片通过不断的 向空气中释放水气 来出汗 迫使树干中的水分呢 自动前来补充 这样节节的传递 就像是把树根吸收的水分 给出上来 给出上来 因为跟蒸腾作用有关 这种的提升力呢 叫什么 蒸腾的拉力 拉力 从下面拉 拉上面来 也叫抽上来 OK 不过 这大树内部的供水系统呢 具体的运转状况是怎么样的 它们蒸属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秩序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巨大的拉力 目前还是一个谜 还是一个谜 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解释 所以大自然的话呢 有很多很神奇 很amazing的事情 小时候呢 我就特别喜欢看一些科普的杂志 那比如说十万个为什么 非常好看 小孩子呢 好奇心也比较重 如果你是爸爸妈妈了 也可以把这些科学的一些东西呢 去传递给你的孩子 让他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知识啊 产生啊 这个欲望啊 求知欲 他就会很好的学习哦 OK 那今天呢 我们这个课呢 就上到warmup和text 下一节课呢 我们再继续学习 I'm TJ Able 谢谢大家 再见